Hello,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 因為我帶了曼城最大發展商沙白 來到香港, 推出他們全新的樓盤, 也是全香港獨家 在地點來說, 橙色這個 logo 就是 Waterhouse Garden 位置於曼城市中心, 也是 M3 Postcode 五分鐘的路程, 走路就已經到 Victoria Station 附近有很多景點, 例如 Football Museum 這區就像香港銅鑼灣一樣, 因為那裏Selvages, Halver Neckles 都是在這個位置, 走多幾步, 十分鐘, 十五分鐘左右 就到Spinningfield, 和New Bailey這個位置 就是香港中環金鐘, 會有HSBC的辦公室 和英國稅局都會在這個位置 至於Victoria Station這個站, 就是曼城其中一個最大的站 除了Metrolink之外, 還有火車站 還有火車站 地點非常好, 以我比蘿蔔去蘿蔔去蘿蔔去蘿蔔 其實這是一個鬆溫的位置 好, 很開心, 也帶到建築模特兒回來 給香港人去看, 研究一下單位和職 現在你看到的整個模型, 就是Waterhouse Garden 五棟的一個單位 現在我們推出第一棟, 也是最高 如果你想看Viu, 一定只有這一棟才會 拿到一個萬城市雄心的景觀 因為我們現在是第一張價單, 所以單位和赤價都是最便宜的 在整個萬城市雄心同區來說 這個價位要有全新的貨給大家選擇 就真的是這個項目是最便宜的 好, 這個項目最特別的設計 我是很喜歡它一個英式的風格 紅磚風格 我會預計這裡也有很多英國本地人 今次我們也看到很多在香港的英國人 因為它的設計, 而特意過來選擇了單位 而它最特別的位置, 也是我最喜歡的 在M3裏面, 它是最多的 也是整個萬城市雄心 有獨立Clubhouse 而這個獨立Clubhouse 它是一個行Membership Club的形式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它只會給自己的住客和業主 去用它們六萬呎的Commercial和Facility 而這個好像屋頂色很漂亮的 一個英式風格的設計 Clubhouse有名堂的 叫做Waterhouse Club 也是整個樓盤的highlight 今次我們也看到很多客人 因為Facility而特意選擇 接下來會自住 我們也有很多Local的Agent 我們做一站式 也看到這裡的Rental Yield 都會有6-7L 原因是因為它是夠多Facility 令到很多在這裡住的客人 他們會很喜歡在一個繼續續租 和Resale Market 都有一個不錯的選擇 你看它有電影院 有一個co-working space 整個Clubhouse 總共有兩層 Gym成2,500呎 最棒的是什麼呢? 它有自己的泳池 其實在曼城市中心有泳池 我們也有很多客人問 因為在曼城市中心 一些舊樓就肯定沒有了 新樓呢 五隻手指都做得了 所以今次Talbo 也集中了大家在整個曼城的一些要求 以及在當地人需要的一些選擇 來講 其實泳池他們都特意要放在這個樓盤裡面 好了 我們也可以回到樓盤這個位置 今次這幢大廈 就會在全個project裡面 全個scheme裡面最高的一個Tower 有25層樓高 也會有一些特色的單位 少量的三房單位做了Pan House 以及一些複式的單位 在曼城要找到這個Balcony 都非常之難的 Sauber也做了很多特色的單位 令整個項目可以吸引不同的Class 以及不同的Lifestyle 都會喜歡在這裡住的 開職大約是一房兩房為主 主要這個樓盤都是以兩房為主 因為這個整個曼城 其實兩房六成的租客 都是找兩房的選擇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想了解 第一張價單也是這個樓盤的資訊 記得留言 以及找回我們的同事 同事就會找回你們 去給大家多些資訊